人标题电影集结号 那些不为人知的幕后事情你知道多少 相信如果要说一部国内最好看的电影 可能很多人会众说云云尤其是近些年来 随着国产影视剧的迅速崛起 让不少口碑极佳的电影来到观众面前 但是如果要说其中战争片刻画最真实的 可能很多人就会联想到 有讽小钢导演张寒宇、邓超等人主演集结号了 集结号这部电影 在国内绝对是对于战争刻画最为深刻的一部电影 基本放到好莱坞大片云集的地方 恐怕也是能够有一席之地的 但是大家知道吗 这部电影其实也有很多的幕后故事 甚至一些故事比电影本身还要精彩 那么到底都有哪些故事呢 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把 可能熟悉这部电影的人都知道这部电影的投资 是八千万在零七年的那会 这笔投资绝对算得上是大手笔了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部电影的所有演员都是低片酬街拍的 就比如主演张寒宇 他只要了一百万片酬 而且本来他打算零片酬了 可奈何冯小刚非要硬塞给他 于是他只好说自己要一百万就行了 还有就不得不说剧中的邓超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 由于邓超当时接拍了一部叫甜蜜蜜电视剧当期掉不开来 原定计划是让他在片中客串一下就行了 可逢小刚十分喜欢邓超为此 他还特地去和这部电视剧的导演高熙熙商量 把邓超的当期延长了一段时间 这才让我们看到了邓超饰演的角色 能贯穿了全场 电影中唯一的女性角色孙贵琴的扮演者 原定计划并不是汤燕而是陈树来扮演的 没错就是那个在火星救援里面饰演朱涛的人 可他进组没几天各种耍大牌 让冯小刚对此大为恼火 于是果断选择将他踢了出去 后来考虑到影响于是 对外宣称是陈树拍戏时 因实际拍摄和预想的不一样 并最终决定离开剧组后来 让汤燕来演这个女主角 也正因为这样陈树错过了一次成名的机会 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电影在沈阳拍摄的时候 赵本山老师也亲自来探班呢 大家都知道赵本山老师是沈阳人 再加上自己和冯小刚的关系 也十分要好 因此为了禁地主之意 他特地买了不少的苹果 亲自送到集结号的剧组里面来 为劳剧组的工作人员 抛开这个不谈电影的拍摄条件 也是相当苦的 因为拍摄地没有厕所 我们下期再见